大家有沒有心愛的鞋爛掉不知怎算好呢? 扔掉了又很浪費 那不如今天來個戴翻身 讓它變成這樣吧 如果大家想知道怎樣弄呢 就繼續收看啦 其實這雙鞋本身是一雙Oxford Shoes 但是前面這個貼片呢 這隻鞋 這隻鞋可能比我穿得多 爛 整塊脫了出來 而且脫了出來我也不知道 可能因為這個月來 我經常遲到 所以走路線很快很快 結果掉了我也不知道 好啦 今天就來個戴翻身 大家看看我如何製作過這雙鞋 我們今次DIY Project要準備的東西 首先呢 這裡你看到有普通的文具膠紙 又有這個removable tape 那呢 我在這個十二元店 現在是十二元店 以前的十元店 就買了這些雷屎 記得要用一些薄一點的雷屎 不要用粗身繩的雷屎 要用薄身可以縫上衣服的雷屎 另外呢 就還有spray pink的 那我呢 用的是flat black 即是牙色的黑色 那材料呢 就是這裡四樣東西 那不算是整個扣子 整個扣子 我還不知道 可以怎樣整個扣子 我想我也是硬來的 整個扣子 那好啦 待會見 唉 無天不負有心人啦 你快點掉啦 啊 搞定 好 到下一個步驟呢 就要用removable tape 去蓋住那些 你不想噴到的位置 那 那 其實呢 就應該整隻鞋就去包了 那 記住是連那些旁邊這些位置 如果你不想它噴到的話 都要用膠紙封實的 那我就懶 我就呢 想著只是噴鞋頭 還有呢 鞋端那個位置 我就沒有蓋到中間 大家千萬不要河啦 其實你應該要包了 包了呢 就沒有那麼提心吊膽 因為你噴的時候 就要遷就遷就遷噴的 如果你不包了的話 那 最好就包了它啦 我這個是在這些 壞手勢 好 然後呢 我就想在鞋頭呢 就玩些花繩 所以呢 就買了這個lacy 那 就先量度一個位 因為我想在鞋頭那個 那個尖尖位呢 就有一個花紋的 那我就 大概量度了那個 寬度呢 然後呢 就把它一開二啦 那 因為我這裡的份量呢 可以足夠 一對鞋都用得了 那 然後呢 就把它固定在鞋頭那個位置 那 那我就在旁邊 兩邊的位置呢 就鎖死它 讓它 不要 走位 那在那裡用這個 透明膠紙呢 就黏成 就OK的了 那 那 整完後呢 你就會得到一個 這樣的樣子的 對了 等一下呢 你噴一些噴漆下去呢 就會有個花紋的 那 那好了 然後你帶鞋去一些空曠的地方 那 那 你不想噴到 周地也是的嘛 那 還有呢 要 先試一試 因為呢 spray的不好處呢 就是很難控制那個份量 你要在旁邊噴一噴 試一試那個份量先 然後呢 現在才好 逐點逐點噴上去鞋子那裡 你要先掌握我的份量 就好像我這樣了 那我又是很衰的 我又是很懶的 其實應該逐隻逐隻 鞋呢 就分開噴的 我又超級 大懶鬼 那我就沒有了 那 還有呢 應該要保持一個30cm的距離 很明顯我又太近了 不過 都OK DEMONSTRATE 這個效果給大家看 那我就會噴上鞋尾 大家看到嗎 我呢 沒有包鞋中間 所以呢 我就 鏡著鏡著噴 噴到提心跳 吊膽 那 如果好一點的話呢 你包上整隻鞋 就不會像我這樣 鏡著鏡著很怕 又怕噴到中間的位置 這樣啦 那 之後呢 你就會 變成這樣 然後你就要 撕掉那些 透明膠紙 那 你看到啦 我這雙鞋呢 因為我右腳呢 實在 太近了 我噴的時候 那它呢 就有些油太多了 那 連褲子 都弄不見了 那我唯有 找些油 補回它啦 不過呢 整體效果呢 都不錯的 那你等一晚 等它完全光頭呢 就會有 這個 這樣的效果的啦 是不是好像 新鞋一樣呢 那 我覺得 沒有東西完美的 那 不完美的 那 就有特色啦 對吧 那 好啦 希望大家都很喜歡 今次的分享啦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就可以在下面的 comment section 寫下 或者去我的blog那裏 看一下其他 blogpost 或者相片啦 那 今天的分享 就差不多啦 大家可以去我的channel 看一下其他的video啦 就這樣先啦 下次再見 拜拜